太子 你还是怀疑太子是凶手 仅凭太子的一面之词 就能证明他没杀小鱼吗 他可是当今的太子爷 太子爷怎么了 权力越大的人越会说谎 那我呢 你相信我吗 怎么又趁你身上了 那你没关系 我可是相信太子所说 你相信我 我相信他 你就该相信他 你这是什么鬼逻辑啊 逻辑是什么 逻辑 逻辑就是 你相信太子只不过是因为兄弟之情 毫无证据可言 我可是为了你 就连太子都敢炸他 难道换不来你一丝心人 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是啊 你最懂道理 你明明也看到太子言辞恳切 你也相信他没杀小鱼 你就是嘴硬 对吧 你别以为你很懂我 嗯 这个是双方面的 我那么相信你 你也该对我坦白 说 你瞒了我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确实没有 我就看看你能睁着眼睛说谎话到什么时候 真有兴致啊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调戏绣女 十四弟也真够意思 爱凑别人的热闹 十四爷吉祥 十四爷吉祥 绣女雅拉尔塔明威见过十四爷 为何把头捶得那么低 怕被我看仔细了 惹十三爷生气是吗 来 起来吧 十四何时也喜欢捉弄绣女了 她就是你想要的那个 是吧 是 又如何 十四哥 什么要不要的 不就是一句玩笑话吗 谁我当真 真有意思啊 看来十三哥 还没有赢得美人心啊 十四弟这就不懂了 这叫 欲赢还剧 别动了 她是我要的女人 我们走 我 八哥 如今尸体已经被找到了 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可是 可是证据还是没有影啊 再这样下去 我怕对我们不利 迟早要被捅破呀 好在如今知道 那个绣女之事 和贪婉有关的人 并不是很多 所以 我们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忧 可是十三 已经在和那个什么 什么围的绣女 在查案了呀 不过是个绣女罢了 她凭什么 大不了 就再死一个 老九 切不可再鲁莽行事了 现在事情已经捅罢了 况且那个绣女 叫明威 她可是十三看中的人 十三这般的激进聪明 她会让你得手吗 只怕她设了个局 正好给你来一个 瓮中捉鳖 这 十四 你来了 十四 十四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每次 都有人替你收拾烂摊子 十四 把手给我松开 松开 十四 咱们可是一伙的 说好了有福同享 有祸同当 有祸同当 是谁每次把祸带来 要兄弟担当 你怕了我 你想撇清关系 天大的祸 我十四都担当得起 贪污 灾款我尚且不说 为了取回罪证 竟然杀害兄弟 手段如此卑劣 实在犹如我爱心觉罗的名号 你 十四 你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 算什么兄弟所为 身为王爷 有所为有所不为 倘若让我为了他自降身份 沆穴一气 我十四 不屑这样做 十四 八哥 我们里面就属十四 最足之多谋 这次事情他要是不参与 我怕咱收拾不了啊 十四的性格 你还不了解吗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他的底线 一旦超过了他的底线 他是绝对不会就范的 一旦 一旦 一路 一路 你在哪里 四 请不吝 你 没事吧 老十四怎么也来 你不也是突然出现了 到底是谁要杀我 难道 不会的 你是在想是否是太子所为 对吗 老十四你夜来在此出现 不会就是为了跟小薇说上这一句 把一切都推给太子吧 还是 你跟那些刺客也有关系 我来是因为我担心小薇 而且我知道 小鱼是被谁所杀 是谁 是九哥派人所做 九爷 小鱼掌握了九哥的所有罪证 所以才会被痛下杀手 你不是跟九哥一伙了吗 我不屑九哥的所作所为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总比你 一味地保护太子来得坦荡吧 你的坦荡 怕内力也是居心叵测吧 你总是刻意帮太子隐瞒 而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 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这是他的选择 我是谁都不行 但谢谢你们救了我 没想到 十三哥 你为了博取小薇的信任 竟然用了英雄救美这一招 我可不向十四弟用心良苦 用上苦肉计 出卖九哥来博取小薇的信 看来那个秀女 已经掌握了太子和九哥的罪证 现在恐怕已经落到小薇的手里了 那就且看 她最后会相信谁 把证据如何处置了 你以为你赢得过我吗 可是你从来也没赢过我 那就走着瞧了 嗯 这一边是太子党 一边是八爷党 到底谁更可信呢 小薇 我给你准备了碗糖水 你快趁热喝了吧 你在做什么呢 小春 你觉得这十三爷跟十四爷 哪个像好人 哪个像坏人 我也并未仔细见过两位爷 怎能做出如此评判呢 不过 我倒是听闻 十三爷少年英雄 十四爷才智双全 想必都是恩中之龙呢 我又没让你夸他们 我看你在那嘟囔着什么太子这边 八爷这边的 你怎么知道谁是哪边的呢 书要写的呀 书 什么书里还能议论朝政至此的呀 史书呗 史书 史书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姓史的书副写的书 反正这两边为了争皇位 施不良力就对了 这种话 可不能随便乱说 要是让人听见了 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我又不管他们争不争什么皇位 我现在发愁的是 我到底应该相信十三 还是相信十四 好 好 好 嗯 小卫姑娘 这么一大早来找我 是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小卫死前 把贪污宰款的罪证交给了我 十三爷已经知道了 那你打算 怎么处置这些证据啊 我要把证据呈给皇上 有人欠小卫一条命 我要还他一个公道 还他父兄一个清白 你这么直观过的看着我干什么 因为我想看清楚你 什么意思啊 一个小小的秀女 竟然敢说出告欲状 替天行道这种大言不惭的话呢 真是有趣 有趣 你想要一个父亲 把自己儿子的丑事 照告天下 还要他杀了自己的儿子 为人偿命 你说你这是异想天开 还是无知者 无畏呢 我知道 在你们眼里 只有王孙贵妻的命才是命 其他人的命都视如草剑 可我不一样 做了事情就要负责 身为皇子 更要敢做敢当 你说得的确没错 可惜并非人人都跟你想的一样 再者这天下 本就不够 即使不攻 也要争取 不能视若无睹 可就凭你 争得过 取得到吗 我知道如果没有你和十四亿 我早就死了 那你明明知道 你为何还这么做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逆天 没有办法改变你们任何一个人 但我不想让小鱼死得不明不白 小鱼被害 我也有罪 如果我没有认识小鱼 我不会多管闲事 但现在我既然知道事情真相 我就不能装作不知道 好 你想我怎么帮你 如果我把证据交给你了 你会不会帮我承给皇上 承挚太子和九严 不会 就因为你和太子交好 所以要帮他稳住储君之位 不完全是 只是此事关系到皇家体面 几位皇子涉案 一旦公开定会引来百姓对皇家的不止 这绝不是皇阿玛想要的结果 但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让小鱼的死得以招雪 保全她全家的性命 什么意思 私了 小薇 我知道你想为小鱼姑娘讨分公道 我也佩服你的勇气跟仁义 可我还是那句话 这天下本就不够 就算你把证据交到皇阿玛手里 结局还是一样 两害相权娶其轻 我不想骗你 好 我明白了 洛西十三也坦诚相告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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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杨子 二十 你看 啊 放心吧 有爷在 没人敢动你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 自然是有九爷的人 也有太子的人了 你明知有人对你虎视眈眈 你竟还敢在宫中四处走动 看来你的胆子着实不小啊 往后的日子里 你得自己当心了 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十四爷我的 那我该怎么办 想要替人申冤 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小命 你手中的东西 既是那绣里的索命绳 同样也是你的催命符 我能活到现在 多亏了你和十三爷 可我不想让小鱼死得那么无声无息 那可是一条人命 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证据 亲手交给皇阿们 亲手 当然 不然你还能相信谁 当然是谁都不能信 包括我 我可是帮八哥他们的 如果你是帮八爷他们的 那就应该让他们来杀我 而不是救我 虽然我跟八哥他们走得很近 可是九哥这件事 做得实在太不低头了 害人全家还要杀害人家的女儿 手段卑劣 唯我不止 我就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就对了 总之在这宫中 除了你自己 谁都不能信 你为什么要帮我 可能因为你是老十三看重的人 也挑起了我的兴趣 也许是闲来无事 帮你当时 是情善 小薇姑娘 好自为之 十四爷 等等 小薇还有个不情之情 还请十四爷一定帮忙 既然是不情之情 那我帮你会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 我也没有什么金银珠宝 就算有 你也不稀罕我 那我就 你不就是想见黄阿玛 明日四时 玉花园的赏局大会 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到时候 我会为你引路